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鱼大鱼的分享时间 我是凉兄 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百度有盘官方软件 不限制下载文件的技巧 用这个方法不开百度有盘会员 也能以很快速的下载到百度有盘任何格式的文件 而且此方法不需要接触任何的工具 直接下载官方最新版的百度有盘软件去使用就好了 以前我有分享过破解版本的 但是这次分享的方法是官方隐藏给所有用户的福利 是不会失效的 90%以上的人可能都没有了解过 大家看完本期视频就知道了 我们一起来看到实际屏幕中的演示 打开iOS版百度网盘点到个人主页 可以看到这个百度网盘账号是没有开通百度网盘VIP的 在关于的界面可以看到当下版本为最新的11.20.5官方版 我们现在来选择一个文件下载看看 由于没有开通会员下载速度才只有几十kb每秒 那有没有方法能够免费加快我百度网盘的下载速度呢 答案是有的 众所周知 我们没有开通会员直接下载文件是会被限速的 这里告诉大家另一种下载文件的方法 这个方法80%以上的人都没有用过 那就是直接预览文件将文件缓存下来 例如我们点击这个文件名字 看现在iOS的百度网盘软件正在以10兆每秒的速度快速缓存文件 缓存完成以后等于是将此文件下载保存到本地了 这个时候我们点击其他应用打开就可以将文件直接分享到其他的app 例如我通过微信发送给朋友 那朋友用微信接收文件就能很快下载到此文件使用了 如果是我们自己要用这个文件的话 那我们就自己打开来使用即可 例如我下载这个ip文件 下载好之后iOS软件安装包可以直接选择用gboss打开来 当然大家也可以用类似的软件来签名安装ip文件 那么最基本的操作步骤已经介绍完了 现在来告诉大家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地方 第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我们没有开通vip是不能直接预览百度网盘的压缩文件的 百度网盘开会员需要25元每个月 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我们直接将此文件的贺缀改变一下 选择文件重命名将rar删除 把贺缀改成apk 修改好之后文件类型有随之变化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点击文件名就能正常预览缓存了 缓存文件的速度都是稳定在10兆每秒以上的 没有付费开会员就有这么快的下载速度 怎么样 大家是不是有点相间恨晚的感觉 如果早知道这种方法 很多人就不用为了免费下载百度网盘文件而通下挂载百度网盘了 右边是安卓手机下载文件的效果 下载速度也是差不多的 下载好之后直接用安卓手机任意的文件管理器去找到文件的缓存目录 然后修改文件的贺缀就能解压出来使用 由于此文件的贺缀已经被修改过了 所以直接安装这个一批文件是无法解释出来的 大家仔细看我点击的目录去寻找一下这个缓存的文件位置 ok 找到了这个目录的位置到时候我会放到视频的简介去 找到文件之后将文件的贺缀修改一下 重命名为zip 这个文件原先就是zip类型的文件 修改好之后解压出来 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压缩包里面的所有的文件信息了 所有的这些操作步骤非常简单 大家看一遍肯定能学会使用的方法 用文件管理器找到缓存下来的文件之后 直接将文件分享到其他的设备或者其他的软件都是非常的方便的 这个时候来给大家说明第二点需要注意的地方 由于我们改变了文件的贺缀 用iphone自带的文件app和一些普通的压缩软件是无法打开此文件的 一如我现在选择解压专家这个app来打开 那此文件打开之后依然显示为apk文件 无法通过解压打开来 在解压专家这个文件里面都没有解压按钮 只有删除按钮 所以随便找一个解压软件是行不通的 这里建议大家使用输入文件app打开缓存好的文件 因为输入文件这个app打开来会自动识别到此文件为压缩文件 看这个文件的贺缀自动变成了RAR压缩包文件 这个时候可以直接查看压缩包内部的文件 直接查看会自动解压出来让我们预览 可以将压缩包内部的单独的某个文件导出或者共享到其他的app 也可以将压缩包通过系统分享到其他的app 这里别点击保存到文件 因为iOS自带的文件app没有解压功能 除非你不想解压它单纯的想保存它 另外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功能就是可以解压文件储存到输文件app里 我们这里需要点击存入到文件夹 然后选择一个日式创建的目录储存就ok了 解压出来时也可以选择解压到相同的文件夹目录里面 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wifi传输功能 将苏app里面的文件直接快速的存送到其他的设备里 用苏这个app处理文件非常的方便 但是苏这个软件在app store里面是说要付费才能下载到的 所以我这里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免费的解压软件 比苏的文件功能还要多 就是这款解压说app 用解压说app打开百度我们下载好的文件后会自动存入到解压说软件里 点击文件后面的那个圆圈即可载开功能列表 我们先修改扩展名为rar 然后点击文件即可快速解压或者展开功能列表选择解压这个功能也行 这个软件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像导入文件共享文件 批量上载文件到网盘 还有wifi传说文件到其他的设备功能全部都有 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解压转app里面有谷歌广告 免费版的有广告但是花点钱解锁pro版本就不会有广告了 大家觉得好用的话可以花3美元永久去除广告 好了现在来跟大家说明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像这个文件 就是我们修改了贺缀它的缓程速度有依然才几百kb每秒 改成其他的贺缀依然没用还是被限制了缓程速度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经过我自己长时间的测试 得知此方法只支持不限速缓存300mb大小以类的文件 超过300mb的文件缓程速度依然会被限制 例如282mb的文件可以以10兆每秒的速度缓存 但是400多mb的文件就会被限速 另外我也用300多mb的文件测试了也会被限制缓存速度 所以本次介绍的方法暂时只是不限速下载300mb以类的文件 如果你有安卓设备的话可以去看我之前发布的视频 我之前有分享过百度网盘安卓不限速版 无论多大的文件都不会限制下载速度 现在百度网盘不开会员只有100gb的储存空间了 网上经常有活动可以免费领取2tb永久的百度网盘空间 之前我就通过参加活动免费领取到了2000多gb的百度网盘储存空间 具体的操作方法后期我也会发视频详细的说明 当然大家也可以去谷歌直接搜索百度网盘免费扩容的方法 好了本期视频介绍的iOS和安卓的官方版百度网盘不限速下载文件的方法就说到这里了 后面我还会介绍新的方法告诉大家能以几十兆每秒的下载速度免费下载百度网盘里面的文件 感谢你的朋友欢迎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